有一个96年的老鼠啊 他是今年刚高考完就得了骨肉瘤 就是说的那种骨癌死亡率特别高啊 他妈妈也离婚很不容易带着这个儿子 你说他需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儿子吗 像这种很严重的病 儿子不相信就麻烦了 他念经但是不念小房子 我听同修说今天去放生了 就是不念小房子的话 肯定意识当中有一种称恨心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是在网上诽谤别人 写这种宗教方面说三道四的人 实际上就是毁人家毁命 这个全部要下地狱了 这些人等到他生癌症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我跟你讲我只能感叹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奈何正法案件的 他们只有自己在造口业 举个简单例子 雷锋这么好的话 你现在边上人骂雷锋神经病 公民钓鱼你都可以骂 骂了之后雷锋还是雷锋 但是他自己呢 他就倒霉了 懂了吗 是 谢谢师父开设 谢谢师父开设